第2場MMA對上Lucira 敗部再去打 打完之後呢 最後贏的人才會 才會再來晉級到 就是總決賽 所以呢在這裡呢 這是我們的BO3的第2場 一樣喔是MLG Columbias 沒記錯的話 哥倫比亞的 這個比賽 好那在這裡呢 應該是算4強吧 MMA現在在7點鐘方向 然後我們的Lucira 在5點鐘喔 一個是Slayers的MMA 一個是IM的Lucira 好的那現在呢 工兵數 Lucira呢來到了13 補下了另外3隻的工兵 14 好人口到了14 看看有沒有繼續補工兵 還是要來做分曠呢 15 好我們這裡呢 Lucira的人口到了15 然後呢 一隻工兵出來 要準備開分曠了 同時這隻工兵 這隻蟲呢 準備要看到對方家囉 這邊有一隻工兵 已經到了 11點鐘方向 發現沒有人 好的 那麼這個時候進來 好知道了 我們的MMA的位置 看到了一個瓦斯 所以這個是算是 目前看起來是正常的開局 可能沒有要走 還有二兵營的這個前壓 好然後呢 我們各位可以注意到 這個在這裡呢 MLG 很用心的在我們的斜坡下方呢 放下了一個補給站 這個可以來 讓我們的重組比較好打一點 不會說一開始被二兵營快壓 快攻前壓 還要被放下兩個碉堡喔 那麼我們的Lucira呢 是似乎是先開下了分曠 沒有錯 然後呢才來蓋下了狗池 所以是一個樹二礦的開局 然後呢也是瓦斯先蓋好了 瓦斯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來做 挖瓦斯的這個動作 好 MMA在這邊呢 蓋下了一個軍工廠 所以呢 一個兵營一個軍工廠喔 那麼我們 各位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如果是在聊天室上面的 觀眾朋友們 我們現在在看到的呢 是MLG的 哥倫比亞賽斯RP 那不是Live 不是Live 這個已經比完了 那我們呢 如果你沒有跟到的話呢 你可能也不知道冠軍是誰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來一起看一下 那我雖然知道冠軍是誰 但是那幾場比賽 我也真的就是還沒有 那時候沒有跟到 所以好像都是在半夜吧 台灣半夜 所以就沒有跟到了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來看RP MMA呢 他的軍工廠蓋好了之後 馬上放下了科技實驗室 喔這個走向蠻有趣的喔 不是一個反應爐 那沒有打算要來做 惡狼的這個速惡狼嗎 我們看看他的這個科技實驗室 要用來做什麼囉 只有一個 目前只有一個的瓦斯精煉場 好瓦斯精煉場呢 OK他剛瓦斯呢 一升到 一級到這個100塊 馬上就蓋下了 我們的地獄裕燃氣 所以呢 一樣是一個惡狼的 等一下可能會用前壓 有可能是要 不知道是不是要空降 這個不是很確定 但是呢 目前是有一隻的惡狼 剛出來 出來了 好一隻的惡狼 同時我們的指揮中心 也已經快要蓋好了喔 好目前兩邊的手術 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 Lucera呢 這個時候的工兵術呢 已經到了27隻 應該有沒有繼續的再補工兵 目前沒有繼續的再補工兵喔 那我覺得我們剛剛上一場呢 上一場我們的MMA 已經察覺到了 察覺到了 Lucera呢 他一開始 呃 補工兵 真的是補超爽的 你看他又補了7隻工兵 然後呢都不會蓋地刺 剛剛上一場是這個樣子啦 那我不知道 Lucera平常的打法 是不是就這個樣子喔 所以呢 這次我們的MMA 就非常非常的聰明喔 是 用藍火的惡狼 等一下要來做前壓 因為剛剛上一場呢 我們的Lucera 就是直接用 樹狗呢 來去包這個惡狼 然後呢沒有任何的地刺 所以如果呢 如果我們的惡狼能控的好的話呢 應該就會有一點賺喔 好三台惡狼準備要出門了嗎 我們的惡狼準備出門了 同時呢 MMA要來開分礦 好拉了一些工兵出來 那麼兩個的新鬼呢 就可以繼續的再補工兵 好我們的 惡狼到了地底中間 看到了小狗 哇不要被牽制到 不要被牽制到 趕快呢 趕快往前衝 趕快往前衝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呃 已經有兩個的毒暴蟲正在轉換了 可是毒暴蟲呢 是輕甲喔 這個不這個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容易擋了 好這兩個毒暴蟲好了 哇喔 非常非常多的小狗從後面到過 哇喔 這個擋得很漂亮 哇喔 Lucera在這裡呢 給大家帶到一個非常非常精彩的 這個擋火車的方式 一開始小狗在後面喔 然後呢等 裡面的毒暴好了 裡面的小狗好了呢 呃 把惡狼引進去 然後從後面來包夾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Lucera要來做一個 前壓 反推 反推一波 那看看目前 工程坦克正在研發 所以呢 還沒有工程坦克 還沒有工程坦克 然後我們現在Lucera呢 在這邊非常非常兇喔 呃 蓋了非常非常多 欸也沒有很多 就是另外的小狗 然後呢 呃 是不是有卡人口嗎 剛卡了一下 呃 王蟲已經好了 然後我們繼續 也是有聚合的 在補弓兵 蓋下了三礦 好 這個時候準備要來壓了嗎 準備要來壓了嗎 非常非常多的E化蟲 好 E化蟲 哇 可惜可惜可惜 哇不行不行不行 可惜了可惜了 啊有有硬要咬掉 硬要咬掉就對了 硬要咬掉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小狗進來了 小狗進來 但是沒有去包 哇 小狗進來沒有去包這個 陸戰隊 反而去包坦克 那坦克咬掉了一台 那剩下陸戰隊還很多 那 好像沒有賺到 感覺不算有賺到 然後剛剛 剛剛 六隻的毒暴蟲 六隻是非常非常 就是 呃 也是保險也是OK的數字 可是還是不夠 就是剛剛的毒暴蟲的走位 沒有走得很好 剛剛毒暴蟲 六隻上來有沒有 五隻其實就可以炸掉補給戰了 那麼六隻的話呢 是 是就是保險用 因為第一隻 毒暴蟲有可能會犧牲掉 但是剛剛的毒暴蟲上來的時候 他是直接 直接A上來 所以 毒暴蟲是走這邊這樣上來喔 然後 旁邊的陸戰隊就把那個毒暴蟲點掉了一兩隻 所以呢 最後只有四隻的毒暴蟲去撞掉 撞掉我們的補給戰 那 數量不夠 剩下的小狗就卡在這裡喔 那 剛剛那邊也是 呃 蠻吃虧的 如果呢 一開始就把 一開始就把補給戰全部撞 呃 撞掉的話呢 可能有賺頭 可能有賺頭 好啦 那現在盧西拉呢 是繼續的在 我們看到三礦還沒有開始補弓兵 那但是一礦二礦呢 應該是飽和了喔 48隻的弓兵 那 目前 對 對 目前的比數 如果你沒有看到剛剛上一場的話呢 目前是 呃 盧西拉取得一勝 1比0 欸妹妹是0喔 好啦 那我們人類呢 現在 呃 家裡呢 是兩個 三個兵營 蓋下另外一個指揮中心 然後一個軍工廠 一個星際港 魯西拉這裡呢 魯西拉是蓋了蠻多的小狗 異化蟲喔 因為 你看我們現在以魯西拉的 呃 角度來看的話呢 他不太知道人類現在到底在做什麼 這邊有一隻王蟲應該是可以進去看一下 要不然的話呢 呃 有點難 不確定說人類有沒有要推出來 那這裡的這個監視塔有沒有佔領 魯西拉應該要來佔領一下 那甚至把一隻小狗擺到這個人類的家門口 那這樣子的話呢 魯西拉的壓力才會小很多 那麼如果 魯西拉知道人類現在還蓋下了山礦 那沒有太多的這個衝擊的 就是沒有太多的這個狀況的話呢 魯西拉甚至是可以馬上把這個山礦 呃 補到滿工兵 你看他又蓋了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工兵 好 我們這邊有個空降嗎 剛剛原本有看到一個空降的 喔空降跑到上面來了怎麼那麼快 沒有沒有應該還有另外一個 喔在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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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二線 這是一個二線 底下有毒暴蟲 上面也有小狗 哇我們的魯西拉呢 在這邊防得很好 然後同時上面 上方這邊也是完全沒有鑽頭啊 小狗已經非常非常多了 哇這個時候呢我們看一下 這個工兵降在這裡有什麼作用嗎 好這邊打了針 這邊要好空了好空 哇一隻一隻的點掉 我們看到他用shift 把這個底下的毒暴點掉 因為 因為如果 如果 如果剛剛MMA呢是放一些的 呃 一些的單位在下面 一些單位在上面的話 上面的小狗會很吃虧 那但是呢底下有毒暴蟲 所以我們的魯西拉呢就安然無恙 那總之呢在這邊 魯西拉只損失了四隻的毒暴蟲 算是很ok的 那麼現在呢三礦快要滿了 蓋下另外一個孵化所 目前一共有四個孵化所的樣子 其實是 其實是如果 呃三礦滿的話呢 甚至可以再多蓋一個 我們看到這邊呢 欸妹妹準備要推出囉 有三台的坦克 四台的坦克 然後非常非常多的陸戰隊 陸戰隊有加一的攻擊力 然後我們的加一呢 防禦也快好了 然後加一的盾牌也快好了 好現在做一個掃描 這個漂亮的掃描 呃 打這個打這個打這個 打這個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 好好好 打完了非常非常多的蟲台流 讓我們的蟲竹飾演 能馬上 減少非常非常多 哇 魯西拉這個時候有點危險喔 因為後面的坦克都已經架起來了 那麼現在坦克是可以開始往 欸 坦克要回去了嗎 坦克要回去了 為什麼呢 坦克不是很確定 目前呢 呃 有可能是人類探查到一些恐怖的這個感覺 好我們的魯西拉呢 這個時候往前走 然後發現 OK人類沒有要來推進的意思喔 那麼我們的魯西拉這個時候 小狗全部要往前拉嗎 好這個時候呢發現 哇 這小狗跑得掉嗎 小狗是跑掉了 還好這邊沒有石頭喔 這個上一版的這張地圖呢 是有石頭的 這個時候我們的魯西拉呢 你看他魯西拉的錢 他真的是用得非常非常兇 非常非常的快 魯西拉在這裡 哇他的錢真的是用得很快喔 那麼遊戲呢 進行到了 15分鐘左右 15分鐘 那兩邊都是快要滿人口 我們的魯西拉呢 目前的人口數是佔優喔 在180 那麼對上MMA呢 是170 可是MMA開下了三礦 三礦的人類呢 對付三礦的蟲族 這個蟲族就會很很危險喔 哇 我們現在呢 MMA把 把這個工程坦克放在上面 我們的毒寶現在這邊是 沒有加1的防禦力 所以呢 是被 會容易被坦克呢 一發即爆的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的魯西拉要怎麼樣來做進攻呢 哇 這裡有點危險有點危險 好 全部衝進來了 喔 我們全部要往上衝了嗎 全部往上衝了 喔 然後呢 我們這邊可以炸掉 賺到一些 賺到一些SE 但是魯西拉呢 在這裡 這個很危險喔 他東西全部都 有點算是送掉了 幾乎沒有賺頭 魯西拉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他沒有飛唐 他需要的是飛唐 我們看到八隻飛唐正在出 八隻飛唐 用飛唐來跟這個人類做拉鋸戰 就是 如果你的陸戰隊要往前攻擊我 我的飛唐就繞到後面打你坦克 然後還有打你的這個補給的單位 然後呢 讓你的 讓你的這個 讓你的陸戰隊往回拉喔 那這個是飛唐的作用 那這個也是人類呢 蠻擔心的部分啦 那現在呢 這邊整邊全部要衝了 全部要衝了 哇 但是毒暴蟲的速度不夠 哇 沒有毒暴蟲 哇 沒有毒暴蟲啊 這個MM牌呢 最怕的就是毒暴蟲了 陸戰隊沒有毒暴蟲了之後呢 除非你的 呃 非常的數量跟小狗的數量爆多 要不然的話 哇 魯西拉呢 在這裡非常非常的危險 同時這邊有一個空降 同時 哇 同時家裡有一個空降 哇 魯西拉呢 在這邊二本呢 呃在自己的附放位置 好 魯西拉打出了GG 魯西拉打出了GG 所以這場呢 就到這邊囉 呃 目前的比數呢 變成是1比1 然後下一場呢 就是要來決勝場了 那麼勝出的人呢 就會保持在這個 勝部 然後呢 會待在這個 我們的 總決賽的位置上 來等待敗部的 玩家 那麼 如果輸掉的話呢 就要掉到敗部去打 敗部的總決賽 OK 那麼這場呢 就到這邊 掰掰